蒙特利公园市一座商业广场于15日凌晨发生大火 十家商户被大火完全烧毁 市消防局指出,事件造成两名消防员受轻伤 40名附近居民需要疏散 15日早上,记者到达起火现场时 看到不少民众围观 现场人传出烧焦气味和白烟 起火地点位于东Gavi街301号街区 Nikoson和Ahanbera街之间的翡翠广场 而消防人员在现场进行简单清理 落线纵火部门、联邦烟酒火器管理局等调查人员 消防犬在现场进行拍照和搜证 其中一名受影响的商家张先生表示 餐厅今年生意有比去年增长 所以最近才会购入新工具 应对增加的客流 现在餐厅被大火烧毁 经济损失严重 据了解起火现场的广场大楼楼林老旧 当年没有要求安装消防洒水系统 市消防局发言人哈洛克表示 于15日凌晨1点33分左右 一名路人经过起火现场 致电向警销当局举报 蒙市、洛县、南帕萨迪纳市、阿罕布拉市 申盖博市和蒙蒂贝罗市等共9个消防局 出动了85名消防员和15辆消防车 一起前往现场铺火 火市于凌晨4点28分完全受到控制和扑灭 哈洛克表示 纵火调查部门和消防权 于15日继续在起火现场进行搜证 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他解释消防犬的角色 是搜索现场是否有气体味道 以协助调查部门进一步分析起火原因 会员的程序